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7月26日星期一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 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铁人三项赛场太臭 选手集体呕吐 伦敦暴雨引发城市被淹 民众汽车逃生 马利西蒙正式成为 加拿大首位英勇克总督 千万联邦资金投入 帮助市民买房 家国选手在东京奥运会夺得首金 下面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铁人三项赛场太臭 选手集体呕吐 东京奥运会组织办赛能力 已不止一次被质疑 7月26日 在铁人三项比赛场地 台场海滨公园竞技场进行的 铁人三项赛事就再次成为外界攻击的对象 这场比赛还没开始就闹了个笑话 负责摄像的船只在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 裁判就名哨出发 结果没有阻挡的选手如离弦之剑一样冲了出去 可被阻挡的选手只能在岸边干着急 结果组委会决定召回已经游出几十米的选手 这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选手们真正的悲剧在入水后 据报道 赛场的海水相当污浊 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污染相当严重的绿色 而被船只和选手们划出的波浪 更是呈现出恶心的黄色 并且所有人都能够闻到空气中弥漫着 臭气熏天的难闻气味 这样的水质对于选手们健康的影响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在完成比赛后出现呕吐昏厥的状况 如此丢人的场景让日本网民也觉得相当难堪 伦敦暴雨引发城市被淹 民众汽车逃生 当地时间25日 英国伦敦遭遇雷暴天气 暴雨引发严重的城市内涝 公共交通受阻 一些交通主干线被迫中断 部分医院停止接诊 据法新社报道 伦敦市长萨迪科汉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应急服务部门正在应对伦敦各地的严重洪水 一些伦敦居民在推特上发文称 太疯狂了 有些街道水深及稀 一些车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车 因为他们的车被困在洪水里 几乎完全被淹没 BBC报道称 突如其来的洪水阻塞了数十条地上交通线 并对地下交通造成影响 部分公交线路临时改道 多条地铁线路停运 路面上有多台车辆收困 此外 英国气象局警告说 后续还要发生雷击和洪水的风险 接下来是加国新闻 马利西蒙正式成为加拿大首位英纽克总督 马利西蒙现在是加拿大第一位土著总督 西蒙是魁北克东北部库朱亚克的英纽克人 本月早些时候被总理特鲁多任命担任这一职务 今天上午他在乌塔华参议院举行了宣誓仪式 特鲁多在今早的讲话中说 加拿大现在需要像西蒙这样的人 仪式结束后 西蒙将参观国家战争纪念馆 视察仪仗队 并向加拿大阵亡将士献花 这是他作为女王驻加拿大代表的首次行动 全国英纽特人团体ITK主席纳坦奥贝德周一上午说 我为马利感到兴奋 实际上我为加拿大感到非常兴奋 这是加拿大与土著人民和解的第一步 千万联邦资金投入帮助市民买房 加拿大国会议员今天上午在温哥华宣布 加拿大正在扩大联邦快速住房计划 将有数千万资金投入温哥华 温哥华市长肯尼迪·斯图尔特 与温哥华中心议员海迪·弗莱 和负责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的部长侯森一起发言 具体到温哥华政府拨款3180万加元 用于支持该市的快速住房项目 侯森说 我们的快速住房计划 第二轮的新资金将支持生活在不稳定住房条件下的人 以及那些正在经历无家可归 或有可能经历无家可归的人 建立65个以上的新的永久性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单位 有资格获得建造房屋资金的组织 必须在12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建造房屋 侯森说 政府正在提供额外资金 支持该市的三个住房项目 这些项目将新建188套以上的永久性经济试用房 加拿大选手玛格丽特·麦克尼尔 在周一的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别影比赛中 获得了加拿大的首枚金牌 这位21岁世界冠军以55秒59的成绩结束比赛 在她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就创造了加拿大记录 并成为该项目历史上第三块的成绩 据悉 麦克尼尔平常需要佩戴眼镜 但在游泳时不戴隐形眼镜或护目镜 所以当她比赛结束后 眯着眼镜看了看积分牌 才意识到自己得了第一名 麦克尼尔是第七位获得奥运游泳金牌的加拿大人 同时她在比赛首日获得自由泳接力赛银牌 成为此次加拿大首位在东京获得多枚奖牌的选手 除此之外 14岁的多伦多选手夏季麦金托什 是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中最年轻的运动员 此次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排名第四 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今天的乘坐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